現在是七月二十三號 禮拜天晚上八點五十多分 那個醫生交代那個腳要抬起來 避免那個開刀的腹胃會變小 裡面有打兩根鋼釘 要六週也就是一個月半後才能把鋼釘拔出來 那裡面有兩三根鋼頭斷裂 那醫生說沒辦法復原到百分之百原本健康的狀態 可能以後會終身有疼痛或不是 那造成這個原因的就是那個桃園市復興區 泰亞族魁徽長辦公室 李香蘭的辦公室 還有魁徽協會 魁徽文件站 魁徽國小 魁徽派出所 造成的共同的結果 那個吳大師比比只有行政程序 投訴1999跟110 那個魁徽里長跟協會理事長跟文件站跟派出所 沒有秉公處理 沒有秉公處理 公器適用 後來 那個2月26號晚上 有六七名 跑到嘎瑟鬧部落 非常拼遠的部落 公報絲仇 動用絲行 殺人 殺人未遂恐嚇 強盜毀損 跟蹤騷擾 防害免疫 空良無路 造成那個周洗方洗的腳骨斷裂 當天送到804醫院 並那個804醫院又誤診 804醫院 桃園龍潭國軍總醫院 醫術非常的差勁 態度惡劣 後來是 在那個公園裡面碰到街頭的朋友 建議去找社福單位轉介 還轉介到桃園醫院省桃園 也就是衛福部桃園醫院 這邊的感染科跟骨科 有照詳細局部的X光 確定斷裂之後 還在照電腦斷層掃描 之後再進行開刀 再講一次 這個是桃園市復興區 泰雅族回歸里長 李香蘭辦公室的泰雅的里名 泰雅的族人 村民 尋師報復 我們是尋正當途徑打1999 跟110去反映 一些不當的公共措施 居然俠院報復 跑到 發射那部落去行凶殺人未遂 在這邊奉勸 那個回歸派出所 不要技術性吃案 否則餘力提告 這已經造成 檢舉人 那個永久性的傷害 這個是有開刀 永久性的傷害 斷了兩根土頭 裡面的肌腱跟神經 已經部分受損 醫生說 到時候 這些傷口結合的時候 是因為受損 裡面一些組織已經遭到破壞 不可能百分之百 區長是由正英 李長是李襄嵐 已經打到去公所的社會課 也打1999去投訴 到現在沒有派人來慰問關懷 去了解案情 把這些真凶揪出來 那個派出所前幾天 那個大溪分局前幾天的都長 還打電話來 說回歸派出所要說 做第二次筆錄 是因為要指認那天的車子 我非常訝異 什麼叫指認車子 有些人被打死打昏了 根本看不到 是掉那個時間點的車子 這些回歸派出所 我再奉勸一下 不要技術性的吃案 不要玩火自焚 不要吃法玩法 已經受傷了 請你們不要再袒護自己的人 到時候玩火自焚 非常可惡